開啟 是的 第十一屆智慧程式展 将在下周登场 聚焦建林排放 AI 5G以及绿色金融 展览规模将创下历年记录 我们一个demonstration说 人工智慧具体的应用 在建构一个智慧程式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高兴 这一次的智慧程式展 我们有set a new record 展前记者会上 大厂先秀出部分展览亮点 红海以人工智慧搭配API技术 创造城市资讯整合平台 辉能将电动载具内的液态电池 转为固态电池 增加安全性的同时提高电能 不同大小固态电池 从电动车到智慧手机都能应用 红机展示了三种形态的智慧充电桩 可结合路边停车功能 更导入多元支付技术 车主简单票卡就能使用 汇整国内跟国外的资源跟力量 我们希望打造台湾成为一个 全球提供数位绿色 所谓的解决方案的 亚洲重镇跟输出大国 而展览今年一样采取台北高雄双展区 将有600家的厂商使用2200个摊位 相较去年再成长13% 同时将有超过2000位的海外访客来台 对比去年成长16% 当中包括80位的国外市政首长 连结国内外城市分享数位近零解决方案 新唐人野太电视 曾义豪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